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武汉的一位女孩呢 配了隐形眼镜后 竟然半年不摘到这失明 17岁的婷婷在武汉青山一所寄校独中专 今年的5月份呢 爱美的她跑到眼镜店 配了副隐形眼镜 取代数次后呢 她嫌每天这样太麻烦了 也就懒得再摘了 一个月前呢 婷婷发现自己的左眼看不见了 医生检查后发现 左眼的隐形眼镜竟然与角膜长到了一起 那角膜正中央呢 还被隐形眼镜咬出了一个黄豆般的大洞 导致左眼彻底的失明 只能等待角膜的移植了 医生提醒市民 隐形眼镜呢 每天佩戴最好不要超过6个小时 睡觉时一定要取下来 同时注意取代卫生 及时的清洗 以免造成终身的遗憾哦 那13日的下午呢 著名的这个主持人孟非发布微博说 今天上午10点10分 深圳飞南京的深航9717航班上呢 空姐请这位头等舱的乘客调职背影 该男子大喊 不许碰我的座椅 那空姐呢 声明说 先生 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请您调职椅背 而该男子竟然回复说 岂非关我什么事 那空姐呢 只能继续耐心的劝导说 调职椅背5秒钟就好了 而该男子闭着眼睛 拒不配合 空姐只能作罢了 该微博发出以后呢 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批评该旅客的违规行为 并提问说 难道对于这种无德之人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来 让我们集思广益一起加强国民的素质吧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妇女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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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